练习太极拳离不开呼吸 那么太极拳到底是什么呼吸呢 下面呢我就分享一下太极拳的体呼吸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咱们平常的呼吸呢一分钟大概十五次左右 那么在打太极拳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呼吸的频率呢 降到每分钟七次六次左右都可以 那么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呢就是通过动作的一个姿势 可以影响到咱们这个呼吸 比如呢咱们比正常的呼吸呢要更深更长 更深更长可以使这个气呢吸到我们这个丹田 气海充实咱们的这个元气和生命力 这个呢也是说咱们通过一个动作的一个姿势 让这个气呢让这个气呢输送到咱们的四肢百骸 来促进咱们体内的经络内气的一个运行 那么这个呢其实并不神秘 下面呢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呢这是上下矛盾桩 手上升的时候这为吸气 手下降的时候就为呼气 也就说我们吸气的时候这为合 呼气的时候这就为开 在太乙拳套路当中呢这样的动作呢是很多 通过咱们身体来调节的呼吸 那么这个在推手的时候呢是非常有用的 当我们这个气特别长的时候 我们就能做到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 叫做呢能呼吸 然后能灵活 大家在推手的时候呢就很明显 气呢特别的满 特别的深特别的长 所以呢就能够控制对方 就能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总处于一种蓄而不发 或者蓄而后发 听劲的这个状态 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的是 太极拳的一个体的呼吸 希望呢能帮助大家在太极拳这个功夫上呢 有一个启迪 欢迎你评许留言 观众我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功功发一类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